花蓮市区29号清晨5点多传出了斗殴事件 有三名男子因为和计程车司机发生口角 遭到小黄问奖同伙的四名友人 当街痛殴狂踩 友人甚至拿出了棍棒 传面很火爆 警方火速赶到现场 把伤者受益也带回了嫌疑人 要厘清案发的原因 街道上一群人围着倒在地上的行性男子猛力殴打 甚至拿球棒猛灰 还往他背上狠踹一脚 他的朋友跪在旁边公车专用停车隔离 不断求情甚至磕头 29号凌晨5点多 三人在路边先和小黄司机发生纠纷 越吵越激烈 三对一想要欺负计程车司机 怎么也没想到几分钟之后 计程车司机找来的人 把他们打趴在地上 无理还手只好下跪求饶 谁啊 三个人本来他们都是自己人 只是拉拉扯扯也没什么 后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到马路中间就吵起来 援警到场以后射箭人虽然已经逃逸 但是经过我们继续追查 目前已经带回一名射箭人到案 事后警方将两名受伤男子送医治疗 闹区打架警方只逮到一人 只能根据监视器画面继续追其他三名嫌犯的下落 全案依伤害及妨害社会秩序被送办 夸张画面还是让警察看得只摇头 记者刘明胜于品杰华联报导